那我们现在要做这样的效果 你要怎么做 要会走路而已 所以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那个字型 你点进来之后字要调大小你可以从这边 如果不够就是自己打 就好了 我先点一下那你把字型换过去 Swift 这个 好 我点一下 再大一点好了 OK 那我就要走路就这样 这样就走路了 我可以先偷偷不告诉你吗 我要会跳的话就这样 就可以跳一倍的对不对 就跳了呀 有没有 对呀 你想要 跳水就跳水 你要跳哪里就跳哪里 对呀 那重点在说 其实 你要走路 因为其实它是特殊符号嘛 所以说其实 比如说 本来你看 我们Windows 那Word里面特殊符号 你是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你想要的形状 那事实上它是一个字 比如说A 就是 哪一个符号 所以这个 你要走路很简单 这两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十 对呀 因为E 它的E就是这个 这样了解了 了解那些 那你要会跳 我就是用什么 QWER QWER T Y U I O 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ABCDEF 而且你大小写又不一样 我现在用的都是小写 你如果是变大写 它的那个又不一样 那你要 你记得一个原则 就是说 如果你是要连续动作的话 连续动作的话 那你就是 像我刚刚的 一二三多七八 或者QAE 或ABCD 那这样动作是比较连续的 他就说有 针对那个 稍微设一个 部分 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 不过各位要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还不是动画 因为你只是把每个字都打出来 而且我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影格 一个影格会不会动 不会动 就跟你在 比较崔的Photoshop一样 做一个 画面而已 好你先打看看好了 来 先熟悉一下 现在这个我就拿掉了 这两个拿掉 一样你可以用它选起来把它删掉 好 我现在用这个 你要做 走路的还是做跳的 没关系 比如说用走路的1 2不用打进去 因为我这个是不是打在第1格 如果你要走路 假设我走到 在第5格 我要 再打 第2个字进来 因为你要做动画嘛 对不对 那在这里你会发现 能不能打 不能打 这个能不能拖动 不行 跟Switch有点不一样 因为后面本来是不是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 所以我在这边我没有讲过 Switch AR、Flash AR只有关键影格 才可以编辑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关键影格 没有 所以你在这边请你按右键 插入关键影格 等于说你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好 那 以后的话 我建议各位是用F6 F6就是插入关键影格 因为这个常用 你老是按右键 总是比较慢一点 有没有多一个了 多一个之后 这个地方关键影格 比如说这个叫B 不是B 第2格 所以我第1格是这样 第5格是这样 有没有 支付开机会有走动的效果了 那你就在后面 再插入关键影格 你不要再用文字来打 我只要把原本的字改掉就好了 因为你再点下去 位置一定不对 除非你人是要往前走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就 就是原本的字把它改掉就好了 再插入关键影格 1234 这样OK吗 我故意拉远一点 是因为待会我播的时候 这样会让各位看起来 比较近一点 比较慢一点 因为1秒钟播几格 我到这样 播不太2秒钟吧 如果 格很近的话 咻咻咻就过了 咻咻咻就过了 他就变跑步了 6 那我稍微 拖曳一下 你看一下 这样OK吗 往前走 往后退 可以吗 好 那我画面还给你咯 好 小脸 咻咻咻咻就过了